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全性 完整性 所以以耳鼻喉科的头颈部这个肿瘤来说的话 它会需要到哪一些耗彩的器械 又是病患需要自费来负担的呢 今天专家一一地来告诉我们 很高兴为你邀请到的是 基隆长根医院耳鼻喉科李一展医师 李一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头颈的隐痕手术 尤其是上一集我们也有讲过 隐痕手术的一个眼镜室 还有未来继续要朝着更好的方向去迈进 对不对 你要知道说哪一些的肿瘤 或是哪一些的患者 比较更适合做这样的隐痕手术 对不对 那现在带出来就是隐痕手术当中 有很多的挑战 对 因为你的路线要先开好 里面的可能会遇到很多血管 神经 周边的组织很多 对不对 所以需要一些辅助的器械 这也是观众朋友 常常在手术前跟医生讨论的时候 医生会开出一些的东西 跟他说的这是剑毛可以挤过 这是自费的 你可以选择 当要选择的时候 其实看的不是说浅的问题 是他真正可以帮助到医生什么 所以这也是病患应该要知道的 对不对 医生会用什么器械 为什么他需要自费 原因差点在哪里 是 对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隐痕手术 真的这个隐痕手术 可以帮助病人的健康 肿瘤真的拿得干净 对 拿得干净 然后美观 你可以达到要求 对不对 好 那通常你在做 这个隐痕手术 需要哪一些器械的辅助呢 对 我们这边可能就从两个 我觉得比较长 也不是每个患者都会用 都一定需要嘛 但是有两个可能是 偶尔会跟病人讲到的 第一个就是 偶尔 医生说偶尔 不是每个病人 对 不是每个患者 所以大家不用先很紧张说 我去跟整阶医生讨论手术 医生一定会开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是不是 对 好 那哪两个你觉得 在有一些特殊的 你也要看是什么样的疾病嘛 对 对 他一定会需要辅助医生 你觉得常见的是什么 对 常见大概 第一个是能量手术器械 这看起来就很厉害了 能量手术器械 这光两个字能量就应该很厉害了 对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说 什么叫能量手术器械 第二个就是神经探测器 这很重要吧 是的 神经千万碰不得的 对 神经探测器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 什么叫做能量手术器械 能量手术器械 其实就是相对传统的器械 传统手术器械 就是我们说的手术刀 手术剪刀 或者是可能我们遇到血管 要止血的时候 要做一些血管的结渣 用线去绑线 对 这都是比较传统的 OK 虽然说传统 但它不是说不好 真的 我们现在都还很常使用 还是要用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对 因为这种我们称为冷的工具 其实是很容易可以让我们避免热伤害 对 然后一开始是先用这些 我们说冷工具 最传统的手术器械 后来就研发出了 就是我们常用的电烧 对 因为虽然这个传统手术器械 它没有热伤害 对 但很可能我 把一个组织切开来之后 就一直流血 流血 对 就造成医生的这个困扰 手术时间也拉长 患者也失血 对 所以后来就用电烧来做这个手术 电烧当然就是除了切开组织 也可以有效的止血 对 但为什么会在接下来 再变成一个新一代的能量器械 就是因为说电烧 它这个热伤还是不容易控制的 对 我一直烧这个地方 温度变得好高 电烧尖端的温度 其实文献统计起来 从200度到600度都有人报道 所以它不能说我只要设100度 不行 是不行的 对 好了解了 其实就像主持人讲的 就是后来新一代的能量工具 它大概就是会有一个回馈机制 了解 就告诉你说烧到这样就差不多够了 差不多了 烧到这样了 我要把组织切断了 这个温度大概都是在100度以下的 所以它是可以 就等于它把从电烧得到的这些不良的 它把它改良了 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电烧其实就跟一支笔一样 对 我们就是去碰这个点 对 新一代的能量器械都有一点像是夹子 它夹住这个血管之后 它其实透过里面的一些侦测 像说侦测组织的一些阻力 电阻 对 它就知道说 现在这个组织的状况 是不是已经都被我止血止好了 了解了 止血止好了之后 它就直接可以把它切断 或者是说会告诉你说 已经把它烧完了 对 可以再做下一步的处理 它的研发也更精细了一点 对 的确是有了能量器械之后 在许多的研究上面都显示说 这个手术时间可能还可以再增快一点点 是 而且初血不会这么快了 对 它止血的效果也比自己做这样子来得好一些 能量器械通常会用在什么样的手术上面会出现 我会建议有这样子的 在隐痕手术如果是做范围比较大的 大范围 肿瘤大的 肿瘤比较大的我通常就会建议 好 所以肿瘤大 几公分较大 如果以你们医生在开刀 因为肿瘤本身的公分数还要加上周边组织 你还要有个安全范围 所以通常一般你会觉得几公分算大肿瘤了 我觉得还是要看肿瘤 大小当然是一个 位置也是一个 对 因为其实它旁边如果是跟血管贴得比较近 我预期可能说这个 因为它的范围比较大或者是旁边的组织 你要拿的时间更久 对 我是希望说可以减少手术时间的话 我大概就会建议能量器械 所以刚刚介绍到的传统手术刀 手术剪 缝线这些 都是冷的工具 冷的工具 是的 是的 对 对 真的是真的冷的 冰的 对 是真的有它的优点 而且我们现在也都常常还在使用 一直都要用 对 那电极 单极电烧跟双极电烧 这是传统的电烧吗 对 我们刚刚说有点像是三部曲 就是传统的冷工具 然后后来就演发成电烧 然后再来变成能量器械 了解了 电烧我们就分为单极跟双极 这都是健保给付 而且都很常使用的工具 了解 是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眼镜室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不对 是 那我觉得厂商在研发这些 当下厂商会在手术室里面 不然他们怎么会去 还是医生会跟厂商之间 他们怎么把这个器械演进过来的 对 通常在这种新的器械 在要引进医院的时候 对 通常第一个都会是 厂商先来介绍 说因为我们比较不像是美国是研发大国 所以其实通常这些器械都是在美国有先使用过的 有些文献的发表了 对 对 对 然后他可能就会先来介绍一下说 目前发表哪些文献 了解了 他的优点是什么 然后我们预计在什么时候 可能会进到你们的医院来 那一定是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不会是医师自己用 对 一定是厂商会有他们受过训练的人员 先来看一下 跟我们说一下说这个是怎么用比较适合 对 对 对 国外的人怎么用 我们怎么用比较好 对 对 对 然后熟练了之后才会让我们自己操作 是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的刀子 止血 钳这些的 其实在能量器械上面就是做这一些的 所以它也会有止血跟切割 它也可以切伤口 对 切割 切割有点像是说我要把 例如说有一条很大的血管 对 你要把它阻断 对 传统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我两边夹起来 对 中间剪断 对 然后两边再把它绑线 对 所以就分了蛮多步骤 但新的这个器械的话 只要是在安全范围内不要太大的血管 其实就是夹住 然后就等它侦测到它已经处理好了 对 它已经把它都烧完了 已经都不会再流血了 它就自己把它切断 或者是你再把它切断 所以它可以自动跟手动 对 所以其实有 本来是很多步骤的一个手术 就变成说可以变得比较单纯一点点 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支能量器械的有它的照片吗 有 这个能量器械的话 我们这边就简单介绍了两种比较常用的 上面这种的话就是电烧的进阶板 我们叫止血刀 OK 这是专门止血用的 对 它其实两边这个头 其实像小夹子一样 就是一个双击电烧 对 电烧它把要电烧的这个组织夹住之后 对 然后把它确定里面的血管都闭合了 对 可以再动一个开关 把剪刀剪下去 了解 这就分开组织 了解 下面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超音波刀 对 超音波刀的话就是利用超音波的振动 产生热能 也是一样把血管给封闭凝结住 那它就是比较不一样 它就是同步会做凝结跟切割 了解 所以一个血管我如果用超音波刀夹下去 那启动开关之后 它两边分开的时候 其实就是已经把它凝结住 然后也分割好了 还有其他科别也可以用这样子的吗 除了你们外科其他都可以用这样子的 有 因为这些其实是器械是 它是设计出来 它原理可能就是利用超音波 利用电能 利用镭射 甚至还有的器械是用 它说它们是用微波 微波的能量 对 所以其实这些设计出来的原理出来的器械 是各个科别都可以使用 好 了解了 而且医生说这些器械都是抛气式的 对 目前就是一个患者用一个 就是避免说这个比较 同腹感染或是有你去消毒不干净的 因为毕竟它都是沾到血的 是 是的 了解了 是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神经探测器 是 这个是什么啊 神经探测器这个也是我们很常用的 就是第二个会容易使用的这个自费项目 那以前神经怎么看 以前的神经就是用医生去找 医生去找 肉眼找吗 对 其实有点像是说 以前就是我们按照一些正常的身体结构 来找神经 那有人身体结构不太一样的话 那怎么办 就比较风险高一点 或者是手术时间就会拉很长 神经有颜色吗 神经颜色通常是比较白一点点的 白的 好了解 但是在手术中间因为有些出血的关系 对 就困难的患者还是比较困难的 好 了解了 所以才会有这个神经探测器的眼镜 对 因为我们神经的话 其实真的要说分成 简单分的话就分感觉神经 对 跟运动神经 是 对 它方向有点不一样 感觉神经像我手现在摸到手的感觉 它是神经讯号传回来传到大脑 对 所以是有点是往身体的中央传 往上的 对 反过来讲如果是运动神经 是我脑部下一个讯号 我手要抓 所以是脑部往手来传递的 对 但真的要讲说 感觉神经跟运动神经 医师在手术时候比较在意哪一个 对 我们一定是比较在意运动神经 对 因为运动神经受伤了 例如说 你动不了了 对 我就不能动了 这个很明显的会影响我的生活品质 是 反过来讲如果我有感觉神经 这一条感觉神经受伤了 可能我这个地方感觉麻麻的 但时间久一点点之后 旁边的感觉神经 会不会有一点点来帮助他的感觉 或者是这条感觉神经 会不会自己就修复了 对 所以其实运动跟感觉比起来 我们一定是会先在乎运动 感觉如果可以就尽量保留 但如果真的是很困难 然后影响病人又不大 其实牺牲掉一些小的感觉神经 是可以的 了解了 所以这个神经探测器 所以用在的这个病人身上 就是为了寻找运动神经 就是运动神经 所以运动神经这个的监测 它到底是怎么发展的 是放电吗 还是怎么样子的 其实神经就有点像是身上的这个电线 它外面也包有一层像是绝缘层 OK 所以如果你去刺激这个神经的时候 它是电流就是沿着这个神经走 通过去 对 其实我们身体刚刚讲到的运动神经 有点像是这个神经通到一个肌肉上 最后我们会运动 它会抖动 对 我们会运动就是肌肉在收缩 是 对 所以我们如果找到这个神经 然后用电流刺激它 对 发现说末端我们的目标的肌肉有在动 OK 那它是好的 对 我们就 对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找到神经了 好 了解 这就是我们说的定位要先定位 OK 对 找到神经之后 好 一边在手术的时候 也要小心这个神经会不会受伤 对 因为可能肿瘤跟运动神经离得很近 我把肿瘤跟神经拨开来的时候 有没有去碰到神经 对 我神经就受伤了 对 所以其实我现在例如说 我用一个小的电流去刺激这个神经 肌肉的反应是100分 对 我手术做到一半的时候 想说我再检查一下 再测一下 再测一下 发现肌肉的这个收缩程度剩下50分 OK 我就知道第一个就是这个神经 应该是没有断掉 因为还有讯号 但是它能量变得比较少一点点了 代表说我在手术中间 要么就是不小心勾神经的时候 勾太大力了 我拨的时候太大力了 反正神经也一定有一点点受伤 这样我就知道说我等一下 要小心一点点 或者是我休息一下 让这个神经有时间可以恢复 是 所以传统的 是 我想神经探测仪出现之前 应该还是有一些方式 可以让医生监测的吧 监测没有办法 没有喔 没有办法 所以真的从以前到现在 是 神经探测仪是这几年的吗 还是出来多久了 大概最少有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所以十几年之前 你应该还是学生时代 对 是没有 是真的凭医生自己去找的 对就是医生 还是有一些解剖构造 我们会知道说 是你们会学啊 神经总向在哪里 哪些有几条啊 找到神经之后 一样就是 就是按照正常的方法 把神经跟肿瘤剥开来 所以有没有并发症 也只缝合之后 病人恢复了 才看他能动不能动喔 是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了解了 所以真的 头颈部的这个手术 运用神经 尤其现在这里 应该很多 颜面也很多神经啊 光颜面神经就一堆了 然后脖子的也有很多 这很麻烦吧 在耳鼻喉科领域的话 大概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 我们很常应用到一个 就是颜面神经 真的 颜面神经从耳朵的这个下方 大概这个位置出来 是 跟骨枝到脸上的 对 跟脖子上的一些运动的肌肉 是啊 那颜面神经算运动肌肉吧 它算是运动 是 跟我们的这个运动 这个影响比较大 真的 所以这个伤不得 一定不能受伤 真的真的不能受伤 生活品质影响真的很大 所以我们来看看 头颈部会用到神经探测 你的疾病很多吧 对 是的 真的很多 光这个甲状腺是一个 腮腺的话 腮腺也有 腮腺我们第一个 你说从脖子 从耳朵这边 对 腮腺是一个 因为腮腺的位置 刚好就在这个颜面神经 颜面神经的开口 对 所以这个腮腺是几乎都会遇到颜面神经 是 然后耳朵的手术像电子耳 比较严重的胆脂瘤跟听神经瘤 也都有 对 因为这个神经 其实跟颜面神经都靠得很近 对 所以这个会用到 这些都是跟颜面神经相关 了解了 甲状腺部分则是跟一个我们声带的运动 对 我刚刚说的 对 一个叫喉反神经相关的 对 了解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头颈手术应用上面 非常需要神经探测器来辅助的吗 也是看 还是看你怎么判断患者 或是说怎么样 肿瘤的大小 还是怎么样呢 对 现在其实 当然还是按照各个医生的考量 有的医生当然会觉得说 我的手术就是 一定要用 对 我选择一定要用 有的医生就会觉得说 我再看看 选择性用 对 不过就看医生的想法 但现在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接受说 如果有这个神经探测器来保障安全的话 是可以接受的 那你是手术的当下 开好通路了 是 都翻开好以后 先探测吗 还是怎么样做 这个程序上面 对 程序方面的话 在手术在准备 病人已经麻醉好之后 当然我们就要先 就是把一些需要的探针 目标肌肉 就先放好这些电极片 所以是有电极片 贴片在上面的 对 一般是会 就看位置 就像我们做心电图那样子的贴片吗 现在的 还是比较小一点 如果是颜面神经 现在通常会用插针 插针啊 很细的针 刺到肌肉上面去 所以是末梢肌肉 对 在脸部的这个肌肉 就像我们这个 放哪里就放哪里就对了 对 像这个图片所显示 看不出来它有插针 像这个紫色的 这个橘色的 这个是针喔 对 这个都是小小的针 对 所以这是颜面神经走的终极站 对 颜面神经就是 最末端的地方 耳朵后面这边走 一支主干出来 再分成不同支 通到脸上去 这样子 所以你只要监测 那通电以后它会抖动 对 会 皮肤吗 第一个它肌肉会抖动 对 第二个因为我们如果是 在这个地方 找到神经的主干 我们刺激神经 神经传到各个分支去 你就会看到它传到哪里 对 我就会知道说 哪一支现在接受到电流了 所以你这些三个地方 是先测了 知道它动在这里插进去 还是已经都定位好的 这些都是我们的末端的肌肉 所以都知道在哪里 对 我们就插在这个肌肉上面 了解了 对 所以前置作业先放好 对 是 之后才切手术刀下去 对 我们手术就开始执行 做好准备开始执行 然后就像刚刚跟主持人提到的 我们是做两个事情 一个是定位 对 我在神经比较长出现的位置 可能先用稍微大一点点的电流 对 先刺激看看 那如果它我末端的这些肌肉都有反应 代表我找的这个位置是对的 OK 我就把组织再分开一点 再分开一点 好 开始用比较小的电流测 了解 还是对的 那我再继续做 所以边做边测 边做边测 所以一直在监测这个神经 是完整性的 对 所以第一个就是 我们是边做边测 找到神经 我真的眼睁睁看到神经了 好 接下来继续做手术 了解了 这个部分定位我们就做完了 因为已经找到神经了 了解了 接下来就是监测神经的功能 那不是有导航吗 GPS那个不能用那个吗 导航 导航比较像是找位置 导航只是定位而已 对 而且导航一般 所以它不能监测神经 对 导航比较不能 导航一般是看骨头相关的位置 好 神经是软组织 了解了 神经的监测一定要是神经监测 探测器 对 神经监测器 好 了解 这样子真的很清楚 所以其实这样子 观众朋友也清楚说 医生跟我们解释的时候 为什么医生需要这样的辅助工具 他可以很精准地保留 你所有的运动神经被伤害 是的 没有在手术当中 万一不小心碰到 碰到都不行 对不对 对啊 碰到 碰到那都是会影响到它的功能性 对啊 其实就是 我觉得在患者跟医师方面 其实都是有一个保障 像说我手术已经做完了 好 我手术前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侦测这个 电流的最后在肌肉上面的反应 是100分 对 我手术完之后 因为毕竟把肿瘤拨开来 可能剩下的分数是80分 对 那这样子的话 我自己心里会知道说 这个神经是完全好的 没有什么断掉的情形 了解 80分 研究现在统计起来 如果一开始100分 后来剩50分的话 对 基本上患者不会有什么症状 OK 脸也不会歪掉 也不会生音撒痒 不会有后遗症就对了 对 反过来讲 如果一开始100分 后来变成20分 30分 对 它应该是会有症状 OK 对 但是我们可以预计说 它不是断掉的 了解 对 它应该之后会恢复 就慢慢恢复 因为碰到它 它可能有点受伤了 对 它需要时间来恢复 好 那这个假状的行为 腮线跟腮线 是 这个图上面 它们的监测是不同的 对 因为我们说腮线 或者是颜面神经的监测 颜面神经基本上就是 我们这个图片的左边 对 它分成五支 到脸上跟脖子上这个地方 是 对 所以我们的最后的监测 会通通都监测在这个脸上的地方 对 然后反过来讲 喉反神经管的是声带 OK 声带的肌肉的运动 所以我们的这个电极片 就会放在这个气管内管 右边这个图 在气管内管里面 这是它插气管内管进去 对 我们仔细看这个 其实管子旁边 这边是红色的 对 这边是蓝色的 是 我们声带就是在两边 它的电极片就是放在这个 气管内管里面 所以直接进去里面了 对 它就接触到声带 它侦测到声带 它有在动的电流的时候 就会提醒我们 了解了 是 所以非常精密的 帮我们监测 神经没有被受伤动 是 所以甲状腺不是贴在外面 是直接坐在声带旁边 两侧 对 目前比较常用 都是直接用插管的 气管内管的 了解了 了解 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 紧密的探测 真的可以帮助医生 对不对 至少手术时间 你不用一直看着 有没有去碰到或是什么 去浪费 然后耗损一些 手术的时间跟精力 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真的看到 那这是守住当下 你这样一组人 要大概多少个人 你还有一个监测的 对 不过监测的 也是跟刚刚我们说的 那个器械的使用一样 一开始也是 厂商会进来先跟我们 确定说 所以还会有辅助的 厂商会进来协助 对 但颜面神经 或者是喉反神经 这个探测器 其实在耳鼻喉科 也用蛮久的 所以现在大家 大致上都已经熟练 了解 比较不用说 每次都要请厂商来 是 因为你们越来越熟练 知道这个器械怎么用 其实就是自己的 开刀房里面的同事 一起来做完这样的辅助 就好了 同事也都比较熟悉的 是 所以这就是看 每家医院进的一些 辅助的器材有什么 对不对 是 所以这种神经 像你说的 喉反神经 那个是直接插在管子 插在喉咙里面 那一定是抛气式 对 是的 然后那些针 抛气式的也是 也是抛气式的 那那个接出来的机器 是有机器吗 有 它就是 基本上还有这个主机 主机 主机是应该是医院购置的 是 患者自肺的部分 就是插针的这个 了解了 所以这一个图片是这样子的吗 构造 对 我们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 黄色这个讲成是 神身体上的神经 这是一个示意图 然后当然下面这个就是 那个神经探测器的主机 对 它先发电流出来 透过我们侦测的这个探针 如果我找到这个神经 神经传电流到目标的肌肉 肌肉上面有这个电极铁片 会再传回来 所以这个一个回路 我们就知道说 到底有没有找到针经 了解了 所以这个神经探测器 它的耗材 只是那些针 针头 还有我们用的这个探针 探针 对 这一支探针 这一支探针 要碰在病人身上 了解了解 就这两个东西 对 了解 所以其实总归 医生所需要的这些东西 其实是在帮助医生 病人 在整个手术当中 是非常安全的 对 我们是希望 越安全越好 当然 一定是 是 所以有没有最后 要给我们一些提醒 因为当有时候 病患在做抉择的时候 是 医生当然建议是这样 最后的决定 还是以病患为主 对不对 是 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给观众 我是觉得就一定要跟医生 好好讨论 对 医生如果说 建议说用这些东西 对 真的是有些困难 或者是保险 比较没办法挤护 其实可以跟医生 讨论看看说 有没有哪些 是可以先不用的 是 哪些是必要的 没错 有替代方案的 我们先考虑替代方案 对 如果真的是 需要使用的 就是认真考虑 了解 但绝对不是说 所有的手术都要用到 自费的东西 绝对不是这样子 因为新的东西 不见得对它 是有帮助的嘛 是啊 真的是这样子 好的东西 因为贵的东西 也不见得是最好 对医生的帮助 对不对 是 就是这样子 好 今天真的很 谢谢李医师 我想疾病不可怕 可怕的是 我们不认识它 我们也不了解它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在看病的过程当中 有任何的疑问 跟你的医生 好好的询问 沟通 我想 汇集基因 是会延误病情的 所以 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在疾病上 有更加的认识 谢谢你的收看 健康新知 祝您健康平安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